听 又不动 我又说 吃完去 不得离开禅堂 大家又不动 结果一下子好像开始有人动了 我又说 吃完去 不得离开禅堂 他们又停下来 不动了 又不动了 后来我就站起来 我就举一个 话头铺天盖地行 是不是 你话头先行 行到你心中都是话头的时候 那整个先行都顿书 全部一举手 一动子 一起心动力 都是话头 所以这个时候 哪里有禅堂 灾堂的分别 哪里有一个人从这边移动到哪边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从禅堂走到灾堂 你没有走出禅堂 所以这个就是 给大家做功夫的状态 所以这样子呢 就如龙夺水 失辅靠山 天上年间 众讽无安 这个就是很重要 好 接着来看底下 高宏圆庙 那天目中风 他就有提到手餐话头 这个我们就 稍微注意看了 他开始 前面是不是有提到 前面是不是有提到 这个黄破西运有提到 周餐夜餐 但是他没有 用餐跟话头 并在一起 一路下来也没有人 把餐跟话头 并在一起 到了天目中风 他就手餐话头 虽然手餐话头 是 应该是分开 手餐 话头 是不是 那这个 你把手拿掉就变餐话头 但是他 这个时候还是手餐话头 他不代表 不是说只有餐话头 三个字 连连词而已 但是已经有出形了 好了 到了注授 他就举出 餐个话头 来看这边 餐个话头 注授 提出了餐个话头 到了天主为者 他就提出了餐话头 餐话头 你看这个 天主为者 跟注授 注授是1340年才往生的 天主为者是1323年 比他早 所以他们两个人 这边有一个提到餐个话头 一个是提到餐话头 所以你看这个餐话头 是不是很直接了当的 就从大会中高的看话头的看 把它变成餐了 所以这边就变成看就是餐 餐就是看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就延续下来了 好 接着到了明朝 元期之宏 那这一段 上次已经 跟各位讲过了 是不是 就是之宏 他是净土中第八代的祖师 但是他自己 却在皇宫里面看到高温元庙已露 那他就美回展 独异化的意气 所以他就一直在参万华归一规何处 年术的人就议论分论 你教我们恋何你自己再参一规何处 所以他在抗印完成以后就写了续 就说 不断了恋何处是水 不必问一规何处等等 至于先从何来 所以有他最多的话 我们就看出来 其实他是讲究在参长 因为你恋何处是水 就是在参长 像你参 偷鼠是似水 是一样的 是不是 而且恋何处水的重点 不在恋何 是在似水的水 是不是 是在水字上 所以这个似水的前面 挂什么都不重要 什么都不挂就可以 一言对境起心 当然就是水 似水都可以 是不是 这样去参救就好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不要说 所以这里最主要就是说 第八代的 净土中的祖师朱虹 他就是把恋何 进一步去追究是水 然后来达到 跟参长一规何处 是一样的缩效 那这样子呢 他就可以引导恋何处 恋何的人 你不要只停留在出名恋何 你还是要回来参救 正在恋何这个人究竟是谁 所以才延伸到 夺青 你看 朱虹是1532到1612 那夺青就是憨山大师 他是1546 比他慢十四年出生 但是 但是 活得比他久 比朱虹还久 比他久 好了 那 那 韩生大师呢 他就有提到 参长看画头 还有 看公案画头 恋何参长公案 然后又提到恋恋追求行使 又提到又提又去又追 好 那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看 第33 34 35 我们的这一些 一路 好了 那这一些 我看我们就不要练 上面上次 这一个部分呢 其实 各位可以看那个 我借口指约第4册 里面有一讲 就是讲恋何参长七招 你们可以看那一讲 那一讲就完全是从 第35 来做的 所以这一段 我在这边练一次 练一次给各位了解一下 何以放下赤为提醒 主如以阿弥陀佛为话的 当未提合时 先要将外境放下 处将内心一切妄想一起放下 处将主放下的依恋也放下 放到无口放赤 方于此中 着力提起一身何后来 既看着一身何从何处来 今漏向何处 把定金刚眼睛 亦去去定 去到没做漏刺 又提又去又追 到意恋无声刺 便见本来面目也 吃走用心去追 追到意恋两头断刺 中间助孤 更向此孤刺 快找精彩 足追 辅然变略仪团 走给人面目自现 既此便是意恋 兼无声意 也 好了 各位看看 念了佛号以后 是不是要去看着追 生活 从何处来漏向何处去 而且还要有定 把定金刚眼睛 意趣趣点 所以这个时候 各位就知道 这个看 不是用热眼 不是用甜眼 是要用你的心眼 就是用你的慧眼 华眼 来看 而且还看定他 能看到 没做漏刺 本来好像有一个体处 有一个漏刺 结果你一看 看不到做漏刺 所以他就 又提又去又追 又回到源头 然后再意趣趣定 到意恋无声的时候 便见本来面目 所以他又补充一段 说吃走用心去追 追到意恋两头断 中间驻孤 更像驻孤刺 快找精彩 逐追忽然并列疑团 所见本来面目自身 所以这一段呢 各位就知道 他透过这个 追到无座六处 继续再追 追到中间驻孤 在这个中间驻孤 继续再追 才升起遗情 遗情才有报复 所以整个重心点 他虽然教人家 把阿弥陀佛当成 从话头来参救来看 但是他所教的参救方法很正确 不像现代人呢 就乱拼一通 乱拼一通 然后教人自问自答 那个就完全完蛋又完蛋 接着这个我们就不要再讲了 接着我们来看 明末清朝 中宝道毒 有餐 还有周餐月餐 三十六三十七 好 这边三十六 各位来看一下 这边最主要 我会把它列出来 是他把什么叫做 餐 做一番解释 他就把 于之又于 于来于去 就是餐 餐就是要于来于去 这样懂吗 因为前面没有人 把于来于去跟餐 并在一起解释 但是他特别解释 什么叫做餐 所以我才把它列出来 不是说他还有其他 独特的方法出来 可能像博山和尚 他提出 初心做功夫四十一者 于情发不起十者 于情发起十者 要怎么做功夫 他里面还有提到 谨正绵密荣厚做功夫的方法 这个都是非常很好 还要切心做功夫 这个都很好 但是我没有把它列出来 最主要这边会 到了明朝 憨山大书以后 我主题他 就是因为他解释 现在把这一段练一下 参化妥当之古人 所以教人参化妥之意 从上之子 并无教人参化妥之受 当时学人朴实 时时刻刻以生死为难 一遇上之士一言半句 便自开通 后是随人杂念纷辉 红生之解 教区寻求自己 便有许多计较 后见糟糟灵灵 后见空空击西 种种谱度越来越远 主师不得已 事不化妥 乃是主子 吃扁心以人 应人绝尽意识 当下便了 若不能了 则向此中 移之又移 事之未参 这样有没有听懂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也知道 参化妥是一直到 元朝 祝臭跟天目为止 才提出来 是不是 刊化妥是在燃颂大会中高的 所以他说 以前的人 根本没有 什么刊化妥之受 就是说 只有教大家 生死为难 就像大会中高一样 从十七岁 天天问着 争从何来 我军人已经十七岁了 我还没出生以前 那究竟生从何来 不知道 这个就是生大 他一提到生从何来 不知道 心头就黑漫漫 无影就逼出来了 好了 等到他又问 那 假定我百人死后 那我又向哪里去 不清楚 那这个就是死大 所以他心头黑漫漫 所以 人家一问 生从何来 就可以直逼到阿赖 也是无影显现 让你坚正看到无影 但是现在 什么时候才知道无影 当你起烦恼 跟人家吵架 伤害到别人 然后没力气 你才知道 刚才我好像起了无影 还有力气的时候 你还看不到你有无影 是不是 你们正好跟人家吵 骂 或者正好很 很 心里很 很不舒服的时候 在那边计较的时候 你知道你正在起烦恼 正在起无影吗 不知道 等到起完了没力气 再回想才知道 所以一般人 都是无影已经起信息了 你才知道 但是参常是要逼你 直接到无影的抗救 让他没办法起现行 只有在那边蠢动 焦灼成心中一片的黑书漆 黑漫漫 那这个时候就是不清楚次 这个就是不明白次 这个就是不了解次 这个就是不知道次 正好把这个打破了 你就开不开了 这样有没有听到 所以大家嘴巴挂着无影 你们从来就没有看到无影 因为我们的无影 垒是垒是黑到发亮 所以你一看到 也以为是很清白很亮 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这一句话 黑到发烊 所以你只看到那个光 以为是它亮 它是白的清净的 所以你就看不到它的黑 那现在呢 透过参常 要把它发亮的光磨掉 你才见证会看到它黑的地方 这样听懂吗 就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没有什么用参化头 就用生死意念 所以他就 一到三注是一言半句 你看一言半句 变注开动 是不是师徒之间对话 是不是 要来问大道之缘 欠你不留意之下 拳头出来 由你胸部一啪一打 你就开悟了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一言半句 所以我们就知道 原来的看话 就是来自古实话的行走 跟师父的对话 都透过对话来触动行走开悟 所以才叫做看话 这样听懂吧 所以师徒之间所有的对话 就是话题 就是主题 这样子 那这个呢 我们现在哪来参救 就是看话 就叫做看话头 转自来 好 所以他这边就说 后来的人呢 杂念纷辉 红生朱节 尤其现在经思 运到满街市 是不是 默默的就看话 懂吗 四字的人就看得懂 是不是 而且每一个字都懂 但是每一句叫他解释就错 整段解释呢 就错得更异谱 一个字 每一个字都看得懂 但是看一句就不大懂 看整段完全不懂 但是他却以为他懂 这样听懂吗 所以很多人都误解 这个经典毅力 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叫做 杂念纷辉 恒生朱节 所以现在的人都 聪明伶俐 然后会扭曲解释他 扭曲解释他 当你对这个境界越解释 你就离开 这个体验 跟这个坚向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所以各位参长 不要恒生朱节 教区寻求自己 便有许多计较 当要你往内心追究 探究的时候 归偶求知的时候 哇 他就有很多计较 少一 参不动 就说 有什么好餐 餐什么 是不是 现在一问 没什么好找 就把数据记拿来 在那边解释 所以就是 红生朱节 然若又 做许多计较 后见朝朝凌连 后见空空击击 种种普度 越求越远 所以不得已 主师不得已 才提出一个公案 一个话题 让你直接 能够断尽 所有的艺术心 可以让你当下变了 所以这边就一声强调 这个话头 给你参救 只要 就可以 断绝 我们的艺术心 是不是像刚才 我解释的望远起来 话头先生 施水 消失掉 还一流动 施水 又消失掉 这边一动 施水 又停止了 就不动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要让人 离开艺术心的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 那接着 他这边就举例了 如果是某家变先 我既云换作直辟则赐 不换作直辟则辈 下雨不得无语等等 那这个呢 就是引用大会中高的 大会中高的那个主批主化 的逼渣的方法 是不是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从古至今参产的 这个逼渣是要列为很重要 因为自己参 很容易没力量 所以师父就欠你 参得快没力量的 出其不意 再来逼你 或许你工夫准备好了 焦灼在那个点上 不能进步 他就出其不意 把你的焦灼点 执着点的抢走 让你直接放手 就像我们举那个 举了鬼性禅师的 一个病生的公案 有没有 那个他就是 在临终的时候 他执着四大变空 并从何来 那他一问就说 就从你问出来 结果他就 心里有 有 有一点冲动了 就是不问时之后 所以这个就是 从他对法的主承 然后他又主承 问与不问 所以他在不问时之后 他来给他一个炸手 二长空 他就可以